鐵灰色車身顯出低調奢華 但賓士A-Class科技在手機裡 用手機就可以啟動引擎 像我現在人雖然是不在車上的 不過其實我只要透過它這個APP 就可以把資料傳送到雲端上面 然後它再回到車輛裡頭 不用10秒鐘它就可以啟動車輛 煞車0不0 4個輪胎胎壓各是多少一個APP就能掌握 因為我們現在人手一機的時代 很多時候我們可以先做手機 先幫我們車子機車做設定 像大熱的天我們就可以先開啟冷氣 然後讓我們可以在開車的時候更舒適 而且還可以降低說 我真的忘記帶車鑰匙的這種狀況 不用雙手方向盤自動調整 旁邊有車呼嘯而過也有警示 自駕車成為豪華車廠必爭之地 BMW也不能輸 前方不卡邊換車道 車子自動警示還會放慢速度 但這還不夠 BMW宣示2021年不用人為操作的Level 3 自駕車就要亮相 而Audi也有限制會 高速公路上遇到故障車輛 也能跟著前車行駛 因為光是車子前面就有三種感測器 我比較期待應該是Level 2.5的等級 它可以在高速公路方面自動行駛之外 它可以自動變換車道 所以說就變成說我在開上高速公路之後 它就自動變換車道 自動超車或自動避開比較慢的車子 甚至於自動開下乍道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這種長途旅行 中長程的旅行會越來越輕鬆 傳統車廠拼轉型 就看誰能在自駕車取得領先地位 動物生財經新聞最後報導